古人说,女婿不上坟,上坟辱仙人,在封建时代,家业多半是儿子继承,若是女婿常常来扫墓,就有争夺或者抢占财产的可能,不得不提防,就是女婿常常来上门,管了娘家的事情,也似乎不受欢迎,但是儿媳就不一样了,是属于嫁入的人,以后要和儿子一起管理家业,在儿子不争气或者早亡的情况下,儿媳还可以是当家人,比方说,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迎, 到婆家没几天,丈夫病故,公公意外过世,她就顶住了婆家的一切,到了开明的今天,儿女都是传后人,女婿儿媳都是自己人,老人们巴不得所有的家人都常常来团聚逢年过节的团圆饭,是老人们最喜欢的饭局,也会准备很久,奇怪的是,很多大家庭里,女婿,儿媳长期不和老人见面,就在过年时都不会走动,显得很冷漠,静下来分析,就会发现, 是以下几个家庭问题,破坏了儿媳,女婿和老人的关系,需要改变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儿女的婚姻不好,夫妻关系长期紧张,到了过年过节,在远方的儿女,会携手身边的爱人,带着娃一起去探望老人, 就是走几千里,也不慈辛劳,若是夫妻感情不好,那么要一起去哪里,就不太可能了,也许还没有商议,要去哪个老人家过节,就开始吵架了,只能是,各自去各自的父母家,各自尽孝,把钱财,感情都分得清清楚楚,最糟糕的是,儿女已经离婚了,只是没有告诉老父母,怕老父母伤心,每次到父母身边,就撒谎,说,她很忙,下次来。 老人习惯互短,把儿媳女婿当成外人,很多老人,一开口就说自己的儿女多好,有多大的本事,赚多少钱,尤其是儿子工作好。 收入高的情况下,老人就开始攀高踩低,认为儿媳是高攀了自己家,任何情况下,只要是儿女和爱人吵架,老人一定说儿女是对的,导致儿媳和女婿很伤心,感觉不到公正,俗话说,不是一家人,不进一家门。 进了一家门,就成一家人,总是把儿媳和女婿当外人看,这就违背了做长者的德行,你不把人当自己人,凭什么人要把你当长者? 也有一些老人,一开口就谈,曾经拿走了多少彩礼,在陪价方面吃亏多大,导致儿媳和女婿很没有面子,似乎一直要愧疚,要知道,会疼人的,疼儿媳女婿,不会疼人的,疼儿女。 想来,搞反了就在把人往外推,很可恶,家庭很不干净,让人敬而远之,你有没有去过这样的家庭? 一进门,乱七八糟的味道,扑面而来,让你不敢停留一分钟,如果老人不讲卫生,任何一个人都不想来串门,就是自己的儿女,都会躲开。 另外,孝顺的儿女,也会帮助老人搞卫生,但是搞一次是一次,不可能每天都帮忙,稍微讲究一些的儿媳和女婿,不仅自己,不去邋遢的老人家,还会不让孩子去。 此外,老人的嘴巴不干净,开口就是负能量,就是各种谩骂,指责,心灵不干净,看谁都是盗贼,都似乎在算计自己,在准备离婚,都会导致家人之间的关系很紧张,婆媳,翁婿水火不容,处于断交状态,知乎上有一个问题。 不想回婆婆家怎么办?提问的网友描述,老公的老家在另一座城市,公公婆婆都是农村人,一开始,她也会和老公去老家过年,但是后来拒绝了,生孩子的时候,公公婆婆要干农活,不来帮忙带孩子,她带着孩子去公公婆婆家住了一个星期。 被各种刁难,还反复责怪她带娃没有水平,再后来,她对公公婆婆,还有老公的兄妹都很讨厌,一次都不想见面了,多数网友回复,不想去就不去。 是的,眼不见心不凡,何必把自己的热情丢到冷水之中呢?过年过节都是要寻找快乐的,若是不愉快,还不如一个人过,作为老人,可能平时的言语过于激烈,居高临下的态度很强烈,对儿媳女婿的责怪太多都会引起不满,然后是断交,老人太穷或者太抠门,偏心引发了儿媳女婿的不满。 有几个儿女的家庭,老人要是疼爱了大儿子,会引起小儿子不满,从而,小儿子小儿媳就懒得上门了,孝顺的事情似乎和他们无关,老人把女儿当成泼出去的水,在老家没有给女儿一张床,一直都没有女儿好的学习环境,这份亏心,女儿是会计较的,女儿出嫁了,那就和娘家没有什么关系,女婿上门几乎不可能。 也有一些老人,非常穷困,还不勤劳,动不动伸手向儿女要钱,也会引起儿女的不满,也有一部分老人,在子孙来了之后,摆出很抠门的样子,一碗饭,一桌菜,都舍不得。 大家吃喝都不满意,还谈什么感情,人都是喜欢爱自己,对自己大方的老人,难能把瞧不起自己的老人,当成一宝呢? 老人们,别以为儿媳女婿对自己不重要,来不来都无所谓,要知道,老人走不动的时候,需要儿女照顾,这其中就要看儿媳和女婿的态度了。 毕竟,儿女和儿媳女婿是夫妻,一举一动都要互相牵扯,平时对女婿儿媳好一点,把她们当成自己人,也常常问候力所能及地帮忙带娃,用情换情。 当然,作为儿女,若是父母对儿媳女婿不好,应该提醒,并且帮助改正,消除家庭的后患。 人老了,别总是区分你家我家,而是要习惯爱大家,家,是讲情的地方,也是讲理的所在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这话不假,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府荣华富贵,却也免不了家常理短的纠葛,家庭,是情感交织最密集的地方,也是最容易忽略细节之处,晚年时,儿媳,女婿的缺席,就像一盏未被点亮的灯,提醒我们该审视家庭的哪些角落是否蒙尘,婆媳翁婿, 自古便是家庭和睦的一大考验,若双方无法求同存异,最终可能导致断交的僵局,恐却东南非中娇仲卿与刘兰芝的悲剧,部分源于婆媳关系的紧张,现实生活中,若婆媳、翁婿关系降至冰点,家庭的温馨便荡然无存,婆媳、翁婿之间,本无深仇大恨,只是少了些理解和尊重,以心换心,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,方能化干戈为玉帛,沟通的缺失,界限感模糊,论语,有云,己所不欲,勿视于人。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,界限感至关重要。 若长辈过度干涉小家庭事务,如同《红楼梦》里的王夫人对宝玉的管教,虽出自好意,却可能造成儿媳,女婿的负担,导致她们选择回避,家庭中的沟通,若是少了真诚与耐心,缺乏有效的交流,误解与隔阂,便悄悄累积,最终导致儿媳,女婿静而远之,尊重的缺失,传统与现代观念的碰撞,代沟,静人者,人恒静之。 尊重是人际交往的基石,当家中长辈对儿媳,女婿的付出视而不见,或是言语间缺乏尊重,就如同《水浒传》中的宋江对待梁山兄弟。 虽然一波云天,但忽视了每个人的尊严,终将导致人心渐散,与老一辈的观念冲突,正是时代变迁的缩影,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,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若不能找到观念融合的平衡点,代际间的误解和分歧,便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的疏远, 护短之过,亲叔有别,失衡的家庭关系,手心手背都是肉。 但在实际生活中,老人有时难免偏袒自己的孩子,无意间把儿媳,女婿当作了外人,这种护短行为,如同《红楼梦》中王夫人对宝玉的溺爱。 无意中造成了家族内部的矛盾,虽出自本能,却可能在无形中伤害了家庭的团结与和谐,让人产生距离感,家人之间,理应风雨同舟,不分你我,互短看似是对子女的爱,实则是家庭和睦的绊脚石,学会公平对待,才是大家庭和谐共处的基石。 经济与情感的双重考量,钱不是万能的,但没有钱,是万万不能的。 当老人在经济分配上显得过于拮据或偏心,或是日常中斤斤计较,难免会引起儿媳,女婿的不满,人情事故里,公平感是维系关系的重要一环。 经济上的失衡往往映射到情感层面,造成隔阂,古往今来,许多家庭矛盾揭起于财博,《红楼梦》中的假家,最终因经济管理不善而衰败, 人际关系也随之恶化。 现代社会,老人的经济状况与分配方式,同样考验着家庭成员间的情感,金钱是生活的必须,却不是衡量亲情的标准,公允理财,量辱为初。 避免因物质利益,伤了家人的心,才是真正的持家之道,重视与被忽视,是情感的双向车道,人尽我一尺,我尽人一丈。 老人有时会低估,自己在儿媳。 女婿心中的地位,觉得来不来都无所谓,实际上,每一次的相聚都是情感的交流与积累,忽视了这一点,可能会让家庭的凝聚力慢慢流失。 但是,历史上,不少帝王因忽视后宫关系而致政局动荡,家庭虽小,道理相通,老人有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无所谓的态度,可能会深深伤害儿媳,女婿的心,人到晚年,更要懂得珍惜身边人。 儿媳,女婿不仅是子女的伴侣,也是晚年的依靠,她们的到来,是家庭活力的源泉,切莫等闲视之,家和万事兴,重视温暖的钥匙,在我们手中。 正如曾广贤文所言,家和平也好,不亦复如何? 家庭的和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,它需要每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和细心呵护。 当我们意识到上述问题时,不妨从自己做起,多一份理解,少一份苛责,用心搭建沟通的桥梁,让爱与尊重成为家庭中最坚固的基石。 毕竟,晚年最暖的光景,莫过于儿孙绕息,笑声满堂,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见。